若私一心虽能灭罪 唯一力少数 罪将复现 多多之念 只可减少少之切 这是我们平常人 念佛都在这个 局限在这个境界里 四叶心 对于事出事件 一切法不止住 这就是四叶心 阿罗汉能做到 虽然能灭罪 力量少数 如果扶不住的话 业障还会现成 扶不住啊 我们讲啊 经不起诱惑 明文立扬 财色明事睡 能不动心吗 真正能不动 怎样能不动呢 你得先看破 知道什么 知道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自信清净心里头 也发不灵了 所以 大臣经教 所讲的一些道理 境界 不能不透彻 真正透彻 明白了 你看这个世界 跟一般人看法 不一样 一般人看法 总以为是真的 所以 他自自然然就起了 控制的念头 干预的念头 占有的念头 这就叫造业了 特别是亲切 很难放下了 真看破之后 他就真放下了 对于什么事情 虽然 就虽然妙用啊 不分别了 不执着了 没有干预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心才得清净 才得自在 多多之念 只可灭少少之罪 这是一般凡夫 他们做的 对于什么事 来自然而言 不执着了